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就像有些家庭里边有人吸长期吸烟 到楼下或者是专门吸烟地方 有些人其实都不应该吸烟 但是实在做不到 只能是别在这个环境里边让他去 包括一些工作场所 有些人大量吸烟 你别人跟着吸二手烟 你只要把这个烟里边的这个有害成分吸入了 不管是一手吸二手吸 它都有一样的作用 都会造成这个响应的被害 建议所有的高血患者 心脏性二病患者应该建议 我们现在国家做的这方面 不是出了政策吗 然后在公共场合禁止吸烟已经明明规定 这些年应该是好得多 各方面都会有很多 偶像有数值值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腸感给出了 一些优优独的 能力拿出